有文化局举办的春落美学 这次是来到了头城和平老街 画师千里马丁凭着儿史的记忆 绘画出一张张过去的风景 还有地方的建筑 希望让民众认识头城老街的古往今来 而且还有闯欢游戏 要求参赛者要找出画中的实际景点 大家仿佛做了一趟时光之旅 这次文化局举办的春落美学活动 来到了头城和平老街 藉由在地绘师千里马丁的画作 描绘出头城过去的风光 以及13行周遭具有特色的景点 让老干星之重新认识头城镇 一个印象很深的生活情景就是 这个皮躺就在我们前面那边那个比亚 那妈妈她都会在这个皮躺洗衣服 那时候我的年纪大概就是像我的小儿子 那五六岁这样 然后早上一大早 妈妈去洗衣服的时候 我就蹲在那个医院边看妈妈洗衣服 所以我的那个椅子里面有一种记忆 就是妈妈洗衣服的回照水的味道 年轻的时候离开家 然后来来去去 每次来来去去像就像讲的 那个景观一直改变 等一下这里房子拆掉了 变大楼 然后等一下什么人变老了 就一直在改变中 但是这些年就是父母跟长辈就一个一个离世 突然间因为那个景观已经改变了 回家以后又找不到认识的人 突然间心里面就会有种那个难受了 就是好像那个家在哪里 就找不到那个家 那今天这个活动其实最主要的一个过程里面 是要让来参加的朋友们 还有小朋友们 尤其是小朋友 透过这个活动 了解这个老街它的存在 那透过今天一个活动 并不是要让你马上去认识这条老街 而是在它成长的过程里面 有这个一个回忆 有一个引发兴趣的点 那透过待会儿 你来看过了马丁老师的画 画的每个点 你不一定看得到 因为这是老师的记忆 活动也举办闯关游戏 从画作中找寻现实的景点 有投尾港遗址 以及十三行底等等 全部找到就可以得到 铅笔马丁的会议投诚画册 让大人小孩都能认识 自己居住的土地 温固之心 就是借由这个活动啊 以前都不会想要走进来这里啊 但是今天又有这样的活动 所以我们可以带小朋友来看一下 也许他不是很了解整个活动 但是他可以看到一些 这些古建筑物的美啊 或者是说看到这些画笔的细腻啊 那就一点一点的点线面联系起来 他会发现他去住的这块土地是很美好 好像是画又好像是生活里面的东西 好像是书上的东西 可是其实他又在我们的旁边 我们其实很喜欢这种画 或者是绘本书上的东西 跟生活连结的很紧密的活动 经过这次的老街巡礼 虽然有些地方景色不在 但透过亲身造访画中的景点 大家好像做了一场时光旅行 再度回到过去 宜兰新闻记者林奇硕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